听说澳洲农民都有私人飞机 我先来给你算笔账 我们假设这位农民住在离市区有四小时车程的农场 每周他需要进程一次采购生活用品 开车来回需要八个小时 而开飞机来回只需要一个小时 汽车八小时的油费大约在五百块钱人民币 等同于飞机一个小时的油费 汽车的保养和保险一年大约两万块人民币 而飞机的保养和保险一年大约四万块钱人民币 飞机可以停在自己的农场里不需要提计费 所以大约算一下飞机每年的费用会比汽车贵了 大约两万人民币左右 也就是每天六十元不到 但是每周你可以节约七小时的时间 一年节约了三百六十四小时 也就是三十天 最便宜的四座飞机只要三十万 相当于一两中等级别的汽车 所以农民买汽车不如买飞机 飞得快飞得远还不贵 买个冰淇淋到家都还不贵话 自家农田如果太大的 还可以开飞机撒农药 那节约的时间可就更多了 所以如果你是农民 你买不买飞机的 嗯 我买了